我们来看,底下还有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的话,是在成绩计算 那一样,如果今天给各位一个题目 请你类似像这样,这有点像正常考试题吧 反正它有一个说明,就是说 我希望请输入成绩 输入成绩的话,假如说它的分数是80分 包含到100分之间就A 然后呢,70分到79分 7字头的就B 6字头就C 那不及格的话,就D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OK,那其实这个地方 做法跟刚刚的这个程式蛮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拿刚刚的程式当成范本 修改就好了 那改的方法的话 当然,有同学手脚还蛮快的 你可以先改成合格不合格嘛 60分就及格嘛 OK 然后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 第一个,请你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档案呢,记得先存档 因为如果没存档的话,之后就不见了 那存档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我们是放在C碟底下的某个目录里面 所以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说 你就把它专门放在C碟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 以后就丢在固定的位置 那这个档案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把它取名称叫做年龄好了 比如这个是年龄的判断 简单 也许你可以打英文名称或者中文名称 它有次元中文,所以没关系 你打个年龄 然后把它储存好了 按储存 那它就会存成一个档案名称叫年龄.py 的一个档案 那当然如果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刚刚的ABCD的话 甚至你根本不需要修改 所以你要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乘积好了 如果你以这一题来改好了 请输入乘积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所以倒过来 那应该先从 一般习惯是ABCD 所以A的话呢 假如前面的H 可以改一下 如果不要叫H的话 你可以换个名称吧 比如叫Score之类的 或者你干脆叫A算了 如果你懒得改那么多 那你当然这边可以 把它做什么 做编辑里面有取代 取代比较快一点吧 编辑里面有没有取代 这里面没有取代 寻找 它只有寻找 寻找里面的话 那可以寻找 那的话可能就要再 把里面 反正就把H 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把它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A好了 如果你不想要叫H的话 那当然呢 你再把H全部改成A好了 如果那个名称 编输名称这个可以自己取的 那请输入成绩之后的话 如果A应该是大于 应该什么 它的成绩应该是 A如果什么 应该是小于 小于等于100 你可以大于等于80 而且 and A怎么样 小于等于100 OK 那就是A 所以你输入A嘛 那把未成年改成A就好了 第一个 有没有 然后L第二个的话 大于 大于等于这边的话 就70 大于等于70 而且小于多少 小于80 或小于等于79 有没有 这个区间嘛 OK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等于B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刚才一样 大于等于60 然后呢 小于等于69 其实六字头的 然后就是等于C 那剩下来的话呢 这就是D了 OK 如果拿刚刚这个来改的话 那记得 因为我是拿 刚刚的年龄来修改 所以记得 你改完之后 你不要按储存 因为储存你就把它盖掉 所以要用什么 另存 有没有 这边有个另存为 有没有 Save as 另存为 然后就把这边改成成C 好了 名称的话 换一个 不然的话呢 直接Save的话 那变成它会把它盖过去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多一个词 再试一下 如果你写完 理论上 假设你的逻辑 是OK的 对的 如果你对于写法没有问题 那就是直接执行看看 乱乱看 看看有没有问题 最怕是那个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65分 应该跳C 也没错 如果今天输入的是72分 跳B 也没错 那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比较麻烦 就是你每输入一次 你变成你要再按执行一次 除非你要跑个回圈 因为如果有回圈是重复做 你就不用重复一直执行 但回圈的话 就是说呢 你要让它一直跑 变成你要一直输入 或者是说 你可以从某个档案里面自己抓成绩进来判断 那你就不用说呢 每次都还要人工输入 如果说你那个成绩啊 假设说 什么教务处 现在都已经先用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判断那个 先帮你已经就读出来了 那你再到这边做成绩判断 那你就再把成绩读进来 放到这个逻辑里面就OK了 在后面的话 我还教各位 如何从外部读一个档案进来 然后配合一个回圈 再丢给逻辑去做判断 然后把结果输出给我 OK 这样的话要怎么做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成绩 所以这个89分那就A 那这个应该没问题 所以 所以请各位呢再试试看 把刚刚的年龄 修改为成绩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等于延续刚刚的这个练习 那 那这一题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再做稍微再复杂一点点 也就是不是只是单一个条件 如果我今天有两个条件的话 OK 而且喔 还有两个条件呢 假设不是都是整数的 可能有小数点 那我们可以喔 下一个范例呢 我们来看那个BMI BMI 应该知道这东西吧 不知道 就是 所以你可以Google找BMI 好了 Enter 好 BMI有没有 这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 BMI值的计算器 那其实BMI是什么呢 BMI基本上喔 它主要就是判断呢 你的身高跟体重的一个公式 然后呢 算下来之后告诉你 你的身高跟体重的比例是不是标准的 还是你是过轻 还是你是过胖 OK 那这一个标准值啦 所以现在很多衡量就是说 你到底是不是应该减肥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身高跟你的体重 输入到这个页面 那你就知道你的BMI 是不是太高 太高的话呢 表示你过胖了 大概现在好像都过胖了 没有很过勤 因为现在营养都太好了 现在只是说呢 能不能少吃一点喔 那很难 所以 而且现在还不是说吃的问题 还要吃 还要吃对东西 而且现在还有什么 很流行什么减糖 还有什么低糖 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168什么的 反正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些东西 168什么法则之类的 就是什么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然后8个小时能吃东西 之类的 你们可以自己网路上查一下 哇 这现在太多了 因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太胖了 连很 很标准的人还是觉得自己太胖 还是要减重 OK 那所以呢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 请各位呢 了解第一个什么叫BMI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呢 透过Python 写一个BMI值的计算的一个小程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那首先的话呢 这边大概了解一下 必须要输入两个东西给他 一个是身高 但是身高的话 那他必须要用公尺 可是我们习惯我们用公分嘛 比如说你说 你的身高多少 比如175好了 OK 当然你不会讲我1米75 1米75 听就知道说 你应该 来自对岸吧 还是怎么样 OK 所以 用语 但BMI里面 它最后需要的 它是要公尺 它是要米 所以你输入完毕之后 你要自动把它除以100 把它转换成米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会有小数点 所以可能也许 一般人可能很在乎那个小数 比如175.5 OK 如果它刚好是174.9 就号称175 所以它还是要174 不能说你INT之后的话 那你就把它的什么 0.9给拿掉 不对啊 你看莫名其妙就少了0.9公分 OK 那感觉就矮了一点 所以呢 还有体重 所以待会儿的话 我们需要 让使用者input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输入完之后 转型 你不能用INT了 你变成你要用什么 用刚刚写的float float才能够保留小数点 否则的话 你没有保留小数点 那就会有差了 再来的话呢 输入完计算完BMI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计算BMI的值 之后呢 再利用 所以有两阶段 第二阶段呢 再利用BMI的值 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它可能有几种逻辑判断 如果BMI小于 所以你看看这个网站上面其实都有了 小于18.5 有没有 然后呢 18.5到小于24是正常 所以如果你等于24 它也会把你当成过重 OK 所以记得哦 小于18.5 然后呢 另外就是 过胖的话就是 过重就是24 等于 到小于27 是过重 然后再来什么 轻度肥胖 再来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OK 所以它分成几个等级 1 2 3 4 5 6个等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该如何撰写 可以试试看 那我跟各位讲 其实很多东西程式是不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的 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 对于那种 比如逻辑叙述的习惯 稍有不一样 所以写出来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不能说你写的看起来跟我写的习惯不一样 那就是你错 没有啦 反正就算是逻辑是正确就OK了 所以刚刚那个等号到底是要加不加 其实 就看你自己 对于程式的理解哪个 你比较会 比较容易实觉 不会写错 的那种方法 其实是好方法 OK 那尽量不要把那个逻辑写得太复杂了 反正你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能够一眼就可以看懂那个程式 我觉得那样写法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像我自己写 我自己看 我自己觉得 自己看得清爽 明白简单 这样其实就好了 OK 尽量当然不要硬是怎么样 拿别人的逻辑 然后套用在自己的程式里面 你会发现 怎么看都觉得怎么怪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 难免会想要把那个程式修改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看一下BMI这个计算器 其实它当然这个网页本身也可以计算 就是说我们拿它的 拿来用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那当然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开一个新的档案 把上面的注写删掉 那开始撰写 试试看 所以刚刚把这个成绩部分 先年龄的那个范围改成成绩 再试试看 了解一下什么叫BMI OK